欢迎来到奥提马社区生态系统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您介绍我们旗舰的分红技术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万用户成功使用着我们的分红技术 这个技术让人们可以在不需要采购昂贵的电子设备的情况下 或深耕区块链知识的情况下获利 您只需一步安装了Smart Wallet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 就可以管理分红过程 什么是分红 分红让用户在他们的Smart Wallet钱包里收到加密货币的奖励 目前提供奥提马硬币的分红奖励 每24小时您都可以申请一次奖励 申请奖励后不久 您的奖励硬币就会发送到您在Smart Wallet中的奥提马钱包账户上 奖励硬币可以立即使用 接下来我们会为您介绍领取奖励的必要操作 分红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分红硬币与奖金池 分红技术是建立在流动性奖池上的 一个封闭的自我维持的去中心化的系统 从本质上讲流动性奖池就是一个大型的加密货币钱包 那里面有已经冻结数十年的加密货币 这个钱包是去中心化的 它没有固定的所有者 它只属于区块链 而且只有区块链才能处置其余优中所储存的所有加密货币 区块链根据智能合约的明确规则 从奖池中发放奖励 智能合约有一个算法规则 它会奖励为其带来流动性的用户 获得奖励的权利将由特殊的份额 也就是分红来决定 分红代币也是一种代币 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确定用户是否有资格获得奖励 每天奖励池中会分配一定数量的奥提马硬币 再除以参与者拥有的分红硬币的总数 用户拥有的分红硬币数量越多 他能得到的奖励就越丰厚 区块链每天都会根据智能合约计算 为每个分红硬币提供的每日奖励 这个奖励没有时间限制 今日分红硬币的持有者的子孙后代 都可以获得奖励硬币 目前区块链上有多个奖励池在运行 每个池都向其参与者在分配着奖励 奖励池参与者之间如何分配奖励 分红奖励的金额取决于分红硬币 在钱包上的持有时间和减半周期的时间 减半周期是指将流入市场的 奥提马硬币的供应量持续减半的一个过程 减半周期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减少新硬币的发行量 来抑制加密货币的通货膨胀速度 根据奖励池的类型 减半会每年或者每六个月进行一次 目前每个奖励池每天都在他们的参与者之间 按他们持有的分红硬币的数量 分配25枚奥提马硬币 这个数值除以所有参与者分红硬币的总数 所得数值再乘以某个用户持有的分红硬币的数量 最后的数值将展示在My Estimated Reward一栏中 这就是奖励的金额 下一次减半后 该金额将减半并持续减少 直到达到每天一枚硬币 这意味着奖励金额也将减少 因此大家都应该考虑早点加入奖金池 如何开始分红 这是一份详细计划 其实没那么难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奖金池 选择好奖金池后 您需要缔结一份智能合约 要缔结合约 您需要登陆DeFiU网站 并在您的个人账户中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套餐 不同套餐的不同之处 在于用户缔结智能合约后 可获得的Split硬币的数量 支付套餐费用后 您需要将Split硬币提取到您的Smart Wallet的钱包里 这样24小时后您就可以领取您的第一笔奖励了 第一笔奖励领取后将重新开始倒计时 然后24小时后您将可以领取您的第二笔奖励 如何处理所收到的奖励 奥提马分红收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轻松实现资本化 在交易所或内部交易所卖出并提取成法币 兑换并转入奥提马接机卡上 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进行消费 在社区生态内部电商平台上购买实体商品 或者缔结新的Split合约 从而增加您未来的奖励 加入我们迅速增长的奥提马经济 今天就开始通过分红技术获得奖励 加入我们数以百万选择奥提马用户的行列 并在加密货币的市场上创造利润